那今天我們來分享我們交易頻道的SOP 來首先給各位親友看喔 這是我們一般手機的畫面你常在看的齁 然後呢然後你要去看什麼齁 看那個一些分析師齁還是說一些當充的交易者他們會做的一些功課 那那些功課我們會給他做成一個SOP 請教線上的觀眾齁你們有在做什麼商品 如果說沒有什麼商品的話我們就以納斯達克為例喔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去觀察第二個的價格 就是畫面上的這個價格 還有下面這個價格 是我們統稱它為 多空打擊區 多空打擊區在這邊反彈 橫盤有反彈有VVW 橫盤反彈收在這個價格之上就容易怎樣 就容易往上噴 你先記住好這個概念 那在空方打擊區就是 上面算下來第二格價格這邊的盤整區 如果說有噴出收回來齁就容易這樣 容易走回檔的U行為 也請記好這個概念 那假設我今天要做多的話我吃129這邊或是109這邊的橫盤 約略是這裡 那萬一一次有成功的話 我的停曆單會先做什麼來如同畫面喔 這邊會先做來回單 來回單 來回單就是大概假設說這裡我重新寫個交易計劃順便把我們確診線的表格叫出來 我就會在盤前今天說無腦我們全部歸零喔 你往上拉這邊有我們下午預估的達證計劃今天已經兩次向下達證 那昨天兩次向上達證 海外騎問我他是個尤其是美國人 在交易這種商品 或是說在交易市場裡面他們容易 比如說昨天漲到底那今天就跌到底 容易走這樣 就是因為他們多空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要嘎就嘎死你要不然就是空死 要不然就是 就是跌死你的那種概念 那我們在針對這種 波幅較大的格局我們身為一個當中的交易者我們就需要這個波幅 這邊就有如我們頻道所講的你今天假設你是第一次來第一次看我們頻道 那我從頭開始說 第一個就是交易之前的SOP87%容易賠錢的交易計劃 這個 先做個免責聲明保證不負責任盈歸致富 純屬於的 記得 先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勒 然後就是把這個匡線匡線匡出來 找出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在這邊你用這個 那個 畫圖軟體 把它注明一下 你如果看習慣了就不用看你這樣看 這樣看也可以 我們視為這裡是我們 想做空的或是說你下面做多想上來的 第一個停利區的空方打擊區 在這邊交易會有87% 容易走回檔的優惠行為 畫面都在上面你直播往回啦這個都沒有改 從頭這樣 那為什麼會用這樣 因為我們用一年以來的直播方式去復盤 發覺說這個確診線這樣的方式 比我們在怎樣 比如說有的是直接這樣劃線 比我們自己在這邊劃線 那個 精準度來的好一點 你那個 容易 更容易有87%容易這樣上下 你在你這樣手動畫的他的優點是你可以 更接近市場一點 缺點就是說 有時候你這邊看不通你可能不知道會 會看什麼但是都一樣方式概念大概相同一樣是畫平行線 我就是 畫出來這個確診線 那 這個格局第一個我們教育常在說嗎 這個格局看出來看圖說故事 找出大小分K 那我們先以目前即時盤的小鈉為例 大小分K就是一個1K加一個15K 我們常說在哪裡 在這邊如果發生對值 就是 1K打擊區到 15K打擊區也到 那在這邊的橫盤 你在1K明前會看得到他可能在 300日 330那邊 或是292這邊 有一個盤整的優惠行為 他可能就是 在這裡剛好是這裡的空方打擊區 有橫盤 我們交易策略是 不是直接空這個價格 是觀察這個價格上去的這裡的橫盤 那你就容易怎樣 在昨天或是說今天早上 你空單有佈局的就容易這樣 一佈局就開始回檔一直回檔到現在 包含昨天的多單也是有沒有 一佈局就整個 整個上去 現在在中間這邊我們統稱它為雙八區 就是第一個 打空的看上面 打多的看下面 中間的不要碰 除非你是 很有教育經驗的高手 你會做那種 趨勢 不是趨勢單 就是爬樓梯的單子 因為第一個我們要判斷什麼趨勢 趨勢像怎樣 趨勢像這樣 他已經跌破一個下降的楔形 然後走了一個橫盤 有可能 有可能會走上升的楔形 然後去坐他這邊的樓梯的 123階123階 一直坐上來 就如我們畫那個 你在電腦版看盤的看盤軟體 那種格局 那 你如果說很會交易的 你未來等你學會多空打擊有收益以後 你再去做這種 類似海歸加碼法的加碼單的打法 提醒各位請友 那如果你還是 初期的新手 來到我們頻道新手 我都強烈建議 至少你要空的位置去等292 你要做多的位置去等 063 當然即時盤他的坡幅比較大 這邊有你就可以試著踹看看 賠看看 因為這裡是今天的相對低 但是你看一個大格局 你會知道說 我在這邊教育失敗 我停損個10點 假設我吃11多 還是吃多少 129 停損個10點 這裡又棄手的話 那就怎樣 你就可以來來這邊 可能是063還是020這邊價格 再去找他新橫盤的教育機會 那一樣我們先把SOP 從頭說到晚 就是說 就說第一個 我們要看出這個格局 這格局好了以後 大小分開 完了嗎 結束了 再來就寫下面的交易計劃 把交易計劃寫出來 因為這個 早盤都 跟昨天的盤 寫的交易計劃 都已經上下達成過了 那一樣我們來建一個 新的交易計劃 就是這樣 目前夜盤的即時盤 近三個小時 從18點到20點 到現在 晚上11點 你就是把這個高低 像這樣 把它寫上來 高點觀察多少 15238 低點觀察 15129 因為我們是虧10點去賺中間的坡幅 這個餘生 魚頭魚尾 給主力去做給我們看 那他魚頭魚尾主力又做出來了 那下次 在近三個小時盤整的格局 應該就會鎖在什麼 這個109點的 這個區間 然後 然後我們交易計劃要做多的 第一個等這個價格 129 129或109這邊 有成交 有成交 你停損不來 你就給他整個賭上去 怎麼做 第一個 假設說 為什麼要 12出1 第二個就是 等待打擊去的到 像剛剛打擊去有來 先 大跌 就是有回檔大跌或是有噴出 漲出去的 就是第一個要等什麼 等他的橫盤 讓主力買給我們看 告訴我止跌了 然後他有一個上去又收下來 大概這個價格的優行 發生在這裡 或是說 等一下盤整的時候 不能收在這個價格之上 像這樣主力做一次 做兩次跌破收上來 第三次跌破又收上來 你在上車都還來得及 有成交 你就記得 收好你的風控 讓個5點10點 假設讓10點來講好了 你就停損減10 假設你吃129就先停損119 他 有成交 有成交你就上車 上車以後 被掃掉 你就再測試個一次 一天給自己可能賠個兩次到三次 你一天輸個30塊 那就明後天再來 因為你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萬一一做對了 假設這邊讓我猜對了 這個09的低點沒有再破 這個129又有堅守到底的話 那就容易怎樣 從這裡129打到哪裡 目測打到238 那我們會去做 吃兩口出一口 就是說 你在這邊 假設主力第一次吃 好那你第二次吃 吃什麼 假設你是吃129 129你就先做一個來回單 可能是 30點 或50點 我看你 看你對這個波幅慣性的 這檔標地物波幅的慣性 因為 他通常都是大漲大跌 的前後 他的一個橫盤的整理 不過以小娜來講 我在觀察是大概30到50的T格 就是他低點加高點 所以說 你就把那個30點或是50點來回單的 調節單 在這邊加減調節 因為有可能 他有可能 第一次主力停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 就是我們下面在說的 VVWT 像這邊 像在15K這裡就有看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來了 不知道 但是在這邊就形成什麼 先一個V底 再一個W底 中間這裡 這裡有一個 020的 這個是 跌破這個底 又收上來 有沒有 就大概是 這條線對過來的這個價格 這個就容易怎樣 就容易 容易 再破底 然後就容易整個上去 有沒有 一上就上到哪裡 先穿左邊這個頭 再穿 左邊這個頭上去了 以後 試戳沒有收下來 又嘎過去 就容易怎樣 再走第二段的等幅車去 就很完美的整波這樣上去 那這個交易計劃表建好以後 你就 第一個 第一個先做什麼 先做停損單 第二個先做來回單 你說吃二減一來回單加減打 來回單第一口你會 比如說吃29可能59 往上加30點 對大概59 你在這裡可能就下車了 會下車一口 然後你永遠會有一口什麼 一口底單 約略在29或是09這邊的價格 賭什麼 賭他到 這個大概二雷安打 順的話你可以從這邊賭到 他的全雷打 甚至於是15K再上去的 因為我們的SOP是什麼 你的一口底單在這裡 在今天的 夜盤或是明後天 的盤 只要你的停損 這一口的停損不來 你就永遠給他 賭上去 賭到16000 17000 隨便你 再來就是說 既然交易計劃有了 你就去 交易你的計劃 計劃你的交易 守好你的停損 千萬別 大賠傲單 就說 你的交易計劃已經在這裡了 然後 比如說 有時候到時候 你就覺得 幹這樣不行 我停損單把它刪掉好了 刪掉 假設說你在這邊做多 你停損單把它刪掉 在這邊 結果 結果他 他又 崩到下面去 因為 我們要知道說 你虧個10塊 每一次虧個10塊 但是你做多一次 至少有30 30個TIC 或是30點50點來回 他的業務行為 可以把它補回來 所以 虧那個10塊 你要 很習慣 很自然 很輕鬆的去面對 不要說 哇10塊沒餘了 要怎麼辦 待會再裂10塊 要怎麼辦 你就 交易就是這樣嘛 賺賺賠賠 把什麼 把大賠 凹單的行為拉掉 那 那接下來未來你就會面對什麼 面對 你會面對到的行為就是 小賺 小賠跟大賺 這樣變成說 你在賺錢 面對的狀況有多少 你沒有聽錯 就66%的狀況 是在面對 小賺 跟大賺 還有小賠 33% 在面對小賠 這樣 你這樣把這些看完以後 你在 虧這個10點 你就會說 如何執行賠錢的交易計劃 在這邊 虧10點 你就會 甘願一點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說 運氣好的話 你可能 會去打到一個權利打 就是說 他夜盤 夜盤的波幅會比較大 他如果順上去 等一下238258上去不再收下來 那就有可能去 去賭到哪裡 賭到三四七 就這邊 大概這邊的 起跌點 再來就是說 當衝的交易者 應該注意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 你專注於近三小時的格局 還有近三天的格局 當衝的交易者 我常提醒各位親友 沒有在看趨勢 真的沒有在看趨勢 雖然是現在是 現在是 往下灌 往下殺的趨勢沒有錯 但是每天 他真的是開二三個小時 就如同前幾天 前陣子 或是之前分享的影片所講 他都會有多空輪替的階段 包含說你下午盤到現在 他也是上一次下來 巴一次 上去下一次下又巴一次 只不過是說 趨勢 如果說真的看趨勢盤來講 就是說他回檔的幅度會比較深 漲的幅度會比較小 但是都會有一個多空輪迴的坡段 那個坡段可能就是 比較小坡的是大概30到50點 比較大坡的可能就是100到150點 全雷達那種坡就是 他那種 有沒有從比如說有時候你在看盤他會從這邊 完全沒踩煞車就直接上到這邊的 那叫全雷達 那個是991一次 但是有87%的時間 他就是真的走這樣子的慣性 不信你再去 回想一下 這個小娜的關係 是不是符合奧利吉在分享的 專注這個格局 不要去看新聞 不要去看什麼趨勢 人家說怎樣 你也不要聽我說怎樣 你就看 看你畫面的 這個橫盤 你也可以看 看短一點 看更短 看這個橫盤 還是要按照奧利吉這邊手機提供給你的這個 還是像黃金的這個 你自己再去畫 每一個格局的小橫盤 小橫盤 再往上推到大橫盤 都可以 隨便你 只不過是說 我們這個 在這樣在走的SOP 就是真的87%容易 上下雙八 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重點 多空 記得選一邊 你不要兩頭做 兩頭做 那是神在做的工作 如果你想兩頭做 我跟你保證 兩頭空 那不是你的打擊訓 請去打泡休息 我就是打電動泡咖啡 顧小孩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你看 假設你多空都想做 第一天上班 上班了 好 那時候的空點在這邊 好你又空下來 上去 又空下來 這是順利的階段 你有賺錢 但是會發覺一件事情 我會騎握室 23個小時 你多單 在這邊交易 上車了 有賺起來了 然後你空單 又想給他空下來 有賺錢 真的是運氣好 如果沒賺錢 那就是 賠錢又傷身體 縱使讓你有賺錢 我會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不用睡覺了 那你騎出個 一天三天 一個禮拜 身體應該還過得去 你兩個禮拜 一個月 兩個月以後 我跟你講 你就提早 真的當神了 上天堂 去當天使 所以 該休息的要休息 你不要說為了交易 而打亂你自己的生活步驟 提醒各位親友 像這樣 你剛剛空單沒有在這邊的 這邊就休息了 你這邊就停一點就去休息 你不要想在這邊反手多 你把 剛剛摸魚的時間 要 要顧小孩找老婆 教功課 做家事 掃地拖地的事情 或是說你公司的報告 沒有打 還是說你有什麼事物 沒有做的 那這邊就是空軍的休息區 提醒各位親友 這樣你才會有時間去休息 那下次來這邊的時候 要不要再空 就隨便你 反正你知道 我知道 我們的SOP在這邊做錯了 你就是虧死點 順利的話可以賭 這100點的波幅 提醒各位親友 再來就是 他不管大漲大跌 他一定會有一個橫盤的HN 像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噴出 在這個價格之上 然後下來 你不要下來就跟著上 你等他第二次的上去 在左邊這個高點 或是這個價格 上去不能收下來的時候 你去丟 停損賣出的單子 有回來就成交 沒有回來就算了 一樣在這邊 丟個停損10點的單子 順利的話就像這一段 一個停損不來 30點至50點來回單 這個來回單先補 補到的話就怎樣 順利另外一口的停損不來 你到現在還在賭 或是說 整個賭到空多方打擊區 你再去設 停損買進的單子 做移動停利 因為你知道我知道在這邊 萬一收上來 就是怎樣 就是 就是容易有反彈的優勢 所以當衝真的沒有在看趨勢 但是趨勢對當衝的幫助只不過是說 他的波幅會變成 漲的比較多 跌的比較少 或是跌的比較多 漲的比較少 那以上就是我們那個 這個交易 SOP 用直播來做一個 做一個 比較 在 一直repeat 反正我這一年的直播 每一天 從我做直播之前到現在 每天 每一個格局 看每檔標題目都是用這個 SOP 去反覆推 推什麼 推他 價格未來波幅的波動 啊 你可以當作是看土說故事 你也可以當作 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啊但是呢卻有什麼 卻有活生生在你面前的這個87% 容易反彈 容易反彈 跟容易回檔 容易回檔的 業務行為 發生在 近三個小時 甚至於近三個交易日 那不知道這樣解說有沒有任何問題 還是說有哪裡解說的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 留言提問 那這個H&N這樣解釋 有理解嗎 啊有時候這個H&N 你在這裡看不透 你就可以善用善用你的投資工具 比如說因為這個是電腦版的模擬器比較不好放大好 啊比如說你可以來這邊看 看這裡NQ的H&N發生在哪裡 假設我們這段對過來就大概這一段嘛 來這裡是 的多方打擊區嘛 這裡的H&N我是剛好在這邊 所以在這邊放大放大這邊價格給各位親友看 你就可以明顯看到的H&N是在這邊 一開始看到圖可能應該是這樣子 一開始的多空打擊 在左邊這邊 那你就會看到說 這個240 240 這個240喔是上去 上去不能收下來的價格對不對 按照我們的SOP嘛 那你在這邊就會看到一個 來一個H有沒有 很像一個H這樣寫上去 H 有沒有 有時候他會NNNN再下來 類似這樣子 對不對 你就在這邊 丟什麼 丟停損賣出單的 這個價格 你有可能空在40 有可能空在37 限價單 你們會打 我就不多說了 我現在是說 我們做停損賣出的單子 或是說你在盤情 你就看他7點跌破 你就 4價單給他丟出去 然後再 再 在那個 去 看你成交多少就盡量去浪 那個10點 但是你浪的點為什麼盡量是先浪在這個高點之上 如果上下加這樣目測可能要18點 你覺得成本太高那就算了 提醒各位親友 所以說你這樣比對過來有沒有就符合我們頻道在講的 你看 這邊H&NN可能是238 但是你對過來是大概237 你在往上看往上看你可能就是可以看到多少 243 243之類的 假設說我做這樣交叉比對的話 我那這一區這一坨都是 這個也好這個也好這左肩 左腳嗎我假設他在 放大看的左肩左腳對不對 像這樣我像這樣上去收下來 我就容易第一個回撤這個左腳 就你看 假設你是空40的人回撤左腳都還有什麼 大家大概在10左右 你的第一口來尾單都還可以吃在10 啊順的話呢 就 整個下來 順的話就像這樣整個下來 我這比較順利的交易方式 是不是一空就開始賺錢 啊就是這 這個這裡的H&N 然後你整個圖走完有沒有發覺 是不是很像一個小寫的H 這樣 一個 H 有沒有 類似這樣子 大概這個概念應該是H的反過來 啊有時候他會NNN再下來 就這裡15K的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看一下 我們把圖放這邊應該就可以 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15K的那個 有沒有 在這邊 大概是這個概念 有沒有 在這裡多空方打擊去有沒有 H&N 有沒有一個H H在這裡嘛 N在這裡 上去下來 你看 就走這一段 有人在家嗎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的 SOP 看畫面 我在 剛講你不知道有沒有聽到沒有聽到我再複習一次喔 第一個你打 你打當充格局的話 這個是1K 1K就是三個小時這個畫面就這樣子而已看這樣 你手機打開你先胡腦這樣看 支撐壓力就這裡了 那15K 15K看的話就看這裡 你打你打是打小納斯達克還是打海外期或是打什麼商品請教一下 那如果是以納斯達克比較熱門商品就大概這樣子而已 真的不看趨勢 小納 小納對啊 所以我剛講的 你在回想我現在講的跟昨天講的 你去看昨天跟今天盤是不是符合我在講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有87%我們在事前諸葛事後達正 但是確實也都是看圖說故事 看什麼圖 就是看你手機打開這個圖或是看你畫面打開這個圖 有沒有 你必須要像這樣有個高有個低 有個高有個低先 大長大跌以後一個左肩左腳 有沒有啊昨天我不是建議你說 你那個吃零六七零六多的 多單嘛 那時候本來是在這邊嘛對不對 在這裡啊先讓主力吃嘛 這邊有見到了這邊就上去 包含你昨天說要打的加碼單嘛比如說130 140的 也可以啊你就做個小封控 你還可以賭第二段 這個是大概是接近全雷打 或是三雷三雷安打的 的那個 噴出的行為 啊但是不管是極短線的支撐壓力 因為我們看很短當衝真的看很短 你看太長喔 我順便分享給你聽喔 為什麼看那麼短 來 一些阿薩布魯我給他畫掉 為什麼要看那麼短第一個 期貨他輸贏的點數比較快喔 啊你打小納的話你看這100點就極沒了 我就 就 就大概是 1點 1點20枚嘛 100點就 1點20枚 100點就2000枚了 我記得是 對啦 50點 50點就大概3萬台幣嘛 對不對 100點就是大概6萬台幣 你看才多久只能3個小時 你3個小時 拿50萬的本金可以賺3萬賺6萬 對不對 打擊巨大了大概3個小時內就可以反應3萬6萬了 你去管他那個什麼趨勢 你如果說 看趨勢 或說看更大的支撐壓力 看太遠的話 為什麼我們會推 會推1K 1K就是大概已經3個小時的 盤整格局了 那你在這3個小時的盤整格局 你看到100點的波幅 你那隨小的 青菜攤攤攤的50點 好 你不要用100點賺到足 你至少都有3萬塊以上的收入嘛 或是1000美金嘛 對不對 順利的話會有2000美金嘛 你做小口的也一樣啊 也比在上班好 你做小口的你隨便打比較沒有壓力的 也至少有100美金是200美金嘛 對不對 就像這樣 我們當中的交易者 如果說他賭婆 台灣的賭界 打TS考試你就無腦打了啊 你就無腦一樣 一樣防守小小邊界的停損 你就看這樣打擊區 來明天你試試看 或是說現在 雙八區這裡不要碰 然後等一下129 假設你打那個你就可能 吃129讓可能109-5個TK 還是吃大概這裡 你在這邊放大看會看得到 看得到那個大概這裡 來這裡就看得到了 這就是看電腦跟看手機的優缺點 你看電腦盤你的打擊區的價格可能會在122 你看這個手機的會在129 對不對 這個上去下來破了又收上來 吃122讓個10點 萬一停損被打掉 你就把你的停損點去打那個設那個停損買進的單子 但是你打不管打模擬單也好 打增倉也好 你就是做好你的風控在這邊 虧個10點或是說 像有的人起初在做 他們會做拉比較大的風控 比如說只做整數關卡 比如說他在這邊做 他可能跌破跌破100他就不要了 啊對的話他就從這邊賭上去 啊這裡就符合我們的SOP 很 是不是 啊這也是隔壁台老魚在說的破底翻啊 老魚的節目有看過吧 很多很多很多交易的那個其實都大同小異啦 都大同小異 你是我只是把他更SOP化 我就講的更直白一點 希望各位親友 能夠聽懂 這裡少畫一個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 他這裡倒就容易這樣 容易反彈 這裡的HN 有沒有 畫面上的這個發生在這裡 對不對 HN 那你那個如果說完全那個打的齁 我分享給你看 我們這邊有提 教各位親友去打模擬單 打那個富途牛牛的 那有1000萬美金讓你打 你 第一個你要練 先練你吃單的習慣 你吃單的習慣要摸的邊界 至少是什麼邊界 來 760K你就會看到 你就打60K的邊界 就這樣就好了 啊這邊 這邊 對了 這邊對子跟這邊對子有到齁 你就可能在這邊 的即時盤或夜盤 你就可以在這裡找交易機會 啊就大概是這裡 你看這邊就容易這樣 一吃就開始賺錢 吃這邊就防守大概這裡 這價格再往下浪一點點 我只會浪一個整數 就大概這樣子 吞噬禁單停損太大 吞噬禁單 那個我沒 我沒研究過什麼叫吞噬禁單 用限加單去打嗎 吞噬禁單 TS他那個 TS我沒打過啦 所以我不知道他下單的界面 但是哪一一 我們在用的 台灣的親友廠 在用的 這個都是 都是直接這樣子 比如說在這邊你有看到120嗎 這邊可能就假設是 假設我都吃點數了 那我就可能是 15 11 29 類似這樣子 假設我是吃這個點 那等一下我看到跌破 跌破129 用停損的方式 下單 就這樣放著了 那接下來 接下來要等什麼 等他跌破129 假設我想做多的話 有沒有 成交以後你的停損單在馬上丟 避免說 你腳麻糬不知道要怎麼走 那個就會很痛苦 了解意思嗎 我順便把它貼一下 類似這樣 貼給聊天室 那假設我想做空單的 我手機停留的畫面會變 我那個交易的畫面會變成停留怎樣 賣出當中停損支架 238 15 238 238 委託下單 好放著 然後就不理他了 該睡覺去睡覺 該幹嘛去幹嘛 等到你有空回來看的時候 噴過238 你再把單子丟出去 或是說 等一下這邊噴出的格局改變 這個價格改變 你一樣去修改那個價格 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噴出你可能沒有空在 最高點 但是 依我們的SOP 等一下在噴在這邊盤整 如果說整理整理 收在這個價格之下 會容易走 87%回檔的優行 像剛剛左邊的這一段 缺點就是說你沒有空 可能沒辦法空在 4級還是5級 這邊的價格 因為有時候一個格局要改變是 這個頭要穿破格局才有改變 或是說這個09要跌破格局才有改變 如果說這個都沒有改變的話 你可能會容易造成一直停損一直爽 的優行為 所以說有的會浪比較大就去浪到這個 浪大量浪小看你 建議是浪小一點 至少鑽培比要1.3 1.5 1.6 1.7 1.8 你在這邊 可以看到一個鑽培比嗎 虧死賺100 這鑽培比不錯 等一下等一下那個109下去你就給他補了 那個129還是109 他如果說反彈不過高跌破的話 你就去觀察109或是120 或是129都可以 就一樣吧 畫面這樣放好 空的就是丟這個 等他跌破238你再回來 那如果沒有漲破238就沒你的事情 建議這樣去等 當然這雙8區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有的是講上樓梯下樓梯 一接一接跑 怎樣反彈不過高之類的 那個也可以 有的說要這樣 這樣在做那種多單的 昨天分享的 來低點低點連線高點高點連線 好 就這樣 看他等一下盤盤盤盤盤出這邊盤出這邊就怎樣 灌下來 這樣也可以 啊有的這邊找賣點 有問題歡迎留言回答 以上謝謝各位 祝大家身體健康教育順利 割韭菜割到80歲之後